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说一下这是哪里呢?这是湖南的长沙一家酒店里面 那我觉得长沙很漂亮 香江很好 我就专门做了一集 当个中国长沙 那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先关注一下楚老先生过世 91岁 中国企业界对他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非常非常的在意他 非常非常的关心他 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比如他二次创业他的储存 到他90岁的时候还在搞这个事情 那之前呢 9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外号叫烟草大王 这些都是他的种种过去 那他这位老先生现在走了 我们待会说他说两句 算是一个纪念 开头呢 我们先说一个大家可能更重视的 就是YouTube这个问题 YouTube就是他的这个 关注或者订阅者数量出现波动的问题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注意到 我呢 我当然更早注意到 我的这个订阅数很长时间没有变化 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出现的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大概有一年半 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了 是2017年8月31号 准确说8月20号我就在传节目啊 当时传的时候这个一开始传 这个不是很娴熟吧 传了十天才上去 那算9月1号吧 到现在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时间 那这一年半呢 刚开始的时候关注量 我是岌岌无名 内网之前有做啊 有一些有一些网站有差不多也有一万多的粉丝 那后来就下降 但是在外网的话是从零开始 那刚开始有一些 呃 增长蛮快的时候 但是啊 到了去年就是一八年八月份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 就是他出现徘徊就不动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我是一万三 过一点之后又往后退一点 然后又过一点了 然后到了一万 快到一万四的时候 OK 到了九十月份 突然间他给你推一条这个呃 警告 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订阅数可能会出现下降 原因是我们正在出现后台数据的调整 维护 就是我当时没截图 我忘了截图 大概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退订了呀 呃 这个账户已经无效了呀 消耗了呀 啊 这种 这我很可以理解嘛 说因为我觉得谷歌公司技术是非常优秀 是世界级的这种互联网公司 呃 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的这种 呃 所以没有在意 但后来发现呢 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所有我做的同行啊 因为我不想聊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说起来就是机灵狗 所以乱七八糟的事情 里面利益斗争很复杂 如果我发现我所有的这些 就是做这些的 比如说有重大利益的事情的 全部都出现这种问题 比如你谈政治的 讲新闻的 这个最明显 然后你谈历史的 谈人物的 谈有重大社会关切的 谈地缘政治的 谈国际政治的 呃 这些所有的民族主义者 啊 这些问题 那你民族主义者往后说 那你就不用讲了 什么种族主义者 什么这些 这些就更是 就连最正常的这种表达 啊 他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所有我现在我的 呃 就华文媒体就更是 不是华文媒体更是 就是我们所现在 大家看到了 也就是关注这一块 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要从几个方面来谈 一个呢 是谷歌公司 其实之前 他有一个前车之鉴 就是谁呢 Facebook 那这个FB公司 前些年被 一直严重指控 就是他在政治问题上面 拥有严重的 这个误导性 以及是一个严重的 谣言爆发地 那这个问题呢 不光是西方的大国 包括美国自己 本身在指责 而且呢 一些小的国家 更是深受其劳 一点拿他没办法 一开始指责他的呀 最早其实是俄罗斯 那俄罗斯指责他的这个 那美国政府 包括美国社会 当然是班FB说话的 是不是 很多人也是班FB说话 到后来 就开始了 蔓延 除了俄罗斯有指责之外 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的 又开始指责 就是什么游行示威啊 像突尼斯那时候 包括茉莉花革命啊 什么这些 颜色革命 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有FB 在里面有很多问题 但这有个问题 一些是正常的表达 诉求 他们本身国家可能没有 或者说一下 但有一些可能确实 有一些可能 确实是 谣言的一个温传 那这个谣言的温传呢 最后就是美国 他自己受害了 美国自己受害了之后 他就开始表达 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到整个世界 其实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这个FB确实在谣言这方面 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你很容易传播这一块 因为人都有 就是我们说了 什么情绪最容易在人群里面 产生产生这个扩散效应 恐慌 就 你笑 我会笑吗 我不一定会笑 你笑 可能你有开心的事情 我不见得开心 我不一定会笑 但你打哈欠 我可能会打哈欠 可能有一种危机感 是不是缺氧 这屋子 有一种这种危机感 有种蔓延 但是你表现一个恐慌的表情 那比打哈欠还要严重 你恐慌 你为什么恐慌 你离我这么近 我能看到你 你在恐慌 哪怕我通过镜头看到你 你表现出恐慌 你讲华语 我也讲华语 你会表现恐慌 那我也要恐慌 因为你跟我有同志 有相同的特质 你能表现恐慌 说明我也受到威胁 那这个时候 就会扩散蔓延 所以这种情绪 在FB这种 拥有16亿 以及以上的 这种注册用户里面 是非常容易发生 这种恐慌情绪 最大的一个温床 因为它具有 这样的数据能量 这种数据能量 是其他所有公司 任何公司都不具备 OK 那FB很明显 就受到美国政府 包括国会的这种 各种指责啊 什么七七八八的 搞了蛮长时间 那最后呢 其实谷歌公司 看在眼里 它肯定是知道的 那么眼看 2020年大选就要来了 美国也是 包括台湾地区 这都是最重要 最敏感的一些区域 要开始发生一些事件 那包括中国呢 其实经济领域啊 这个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非常的不稳定 什么所谓的灰犀牛啊 黑天鹅啊 这些事情 那这些啊 也都包括一些工人的 这个啊 那个军人的维权事件啊 这些啊 都容易在这些地方 推特啊 这个FB啊 上面扩散 所以 Google它YouTube也是一个大型这个社交 有这个社交的属性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说起来 我在帮Google说话 是不是 其实大家都喜欢这么看问题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 很多我看到这个 跟我们一样说 略敏感一点话题的 有些比我敏感的多的话题的 那他们呢 实际上是 骂骂烈烈的一个状态 比如有一个叫火锅大王呢 是不是 他实际上是美国人啊 他用 呃 用用用用用 用他的方式在 在在表达 就是你 我只是批评了一下 你们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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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跟YouTube是吧 你们干嘛就这样子 特别是我批评纽约时报的时候 你们这个YouTube才这样对待我的 你们不对啊 你们都是白左啊 你们都是一类的 YouTube Google 跟这个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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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一些很多的 我看到他们就用各种方式吧 都都在说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没用的 那是别人的地头 别人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会说 他们西方华语的这些 这些媒体 他们会不会说 哎 这个时候会谈谈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啥的 没有人提起 没有人提起 那我会不会提的 我也不会提 这种东西 我拿来嘲笑美国人吗 当然不会 我还是相信美国的 是不是 我还是相信言论自由的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毕竟是人家的地方 而且我从来就不觉得说 那么绝对的言论自由 一定是会有一个界限 那只不过这是表现出来的 只不过我是一个间接的受害者 大家知道我是多么的这个 想要去中立 当然不见得我能做到 对吧 我还想要不带立场去说这些问题 呃 但是大家要知道是现实情况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 这个Google公司可能有他的考量 刚才花了五六分钟 把他解释 呃 把他洗白了 但是现实状况 每个国家的这个情况 每一个呃 主播的他的情况 只不过我是觉得我好冤难 你们这 你们这这瞎说 是不是 我都尽量不瞎说 我也不搞什么恐慌性的标题 那 但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有一些地方 他确实是 呃 谣言 因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做这个时候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我 很多他节目的在做这些时候 你怎么样能够把一个问题说出来 呃 是需要几方面去确认 比如说 有个观众前面说 哎 你克什米尔不知道 其实不是这样的 读这个词 我看这个这类新闻 我是很长时间的 比如说海参崴 是不是 那个字读崴 但是你很长时间 如果不太注意的话 那个字 那个崴 那个字 可能会慢慢的模糊掉 你再次一读 哎 那个字是多音字 他也可以读做V 那如果说你准备不是很充分的时候 一下就读错了 所以 但是如果你特别熟悉 比如说今天股市过了3000点 啊 NOK 所有的信息全部都都七八个方向 十几个方向 今天A股过了3000点 各种推送 包括我自己一操作啊 下个点位是多少 这个是百分之一万 不会错 但是有一些问题 你只要注意力 不是很集中 他就会出错 这个就是自媒体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确认 哪怕我仿佛确认了好多遍 他可能依然是错的 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因为你在地缘政治 国际政治 在最大的利益问题上面 这种方向上的问题 是一个字都不能错的 所以说其实 我也跟大家说了 我们毕竟不是专家学者 大家如果你过分相信 这YouTube节目的主播 我一直是这样说的 别人 别的主播会这么跟你说吗 别人不会这么跟你说 别人都跟你说 你们每天来看我节目啊 我会说我的节目 你挑着看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主播是最傻的 是吧 因为我也不想要靠这个 吃一辈子饭 或者说天天吃这个饭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你没有办法去 在最大的利益问题上 去做的那么细致 因为连CN这种 这个川普都经常说 你是假媒体 你是什么 Fake News 就是你没有 没有办法反复确认的 你每一次 每一个角落都能确认到吗 不可能 但是你越多人 去做这个事情 越容易搞得到 好 那我们赶紧说第二部分吧 就是楚石剑的问题 他的问题呢 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有一个小问题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他个人贡献大是大 但是有一点 是所有媒体都没注意到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呢 他以前那个身份 我们知道 他说所做的储存 虽然说还可以 但是相比他原来那个身份 那差太多了 他原来是烟草大王 那烟草现在在中国 是什么地位 大家应该知道 纳税比阿里加腾讯 加华为加百度 加所有的全部 排名前五的加起来 应该都还要高 超过万亿 是税收 不是说这个销售收入 是净税收超过这种 而且净利润呢 净利润还要高一些 应该 那净利润肯定 不是还要 肯定是要高得多的 要不然你们交不了这么多税 那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基础是谁打的 我觉得有可能呢 有一定比例 是这个楚老先生打 当然了 这个不能怪他 再伤延伤 当时又没有谁跟我说 烟不能中 烟不能搞 那全世界当时烟草 其实欧美方向 九十年代 已经受到极大的压制了 但是中国的那个年代 你想一想 烟草到现在 还是自己管自己呢 你还指望 那个年代 是谁来监管你 鬼监管你 中国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自己都没 没有哪个单位 团体 个人 家庭 是想清楚 自己未来的方向 所以 是不受约束的 这种增长 所以 这个国家会有一个 什么意志 如果继续这么 膨胀下去的话 会受到 极大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烟草行 也不能再膨胀了 那怎么办呢 射轮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我们说的这个 头部效应 一定要把这个 头给打下来 所以这个问题 就牵扯到一个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直 国内没有说的 是的 中间可能会有 利益争夺 政治斗争 各种暗黑在里面 但我这说一个 比较大的 正能量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 就国内有一股力量 势力 他可能是 极度松散的 就没有 没有人 谁说了算的事情 当然大家 隐隐约约都知道 你不能让中国烟草 这么搞 这么搞下去 这个民族 会自己自尝到死的 因为我是有 十年烟龄的人 我可以很明显告诉你 你一抽烟 你整个味觉 各方面 什么都会下降很多 你一旦戒烟之后 抽少了之后 整个这个胃口 各方面 比如说你会变胖 因为你胃口好了 你整个人 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力 各方面爆发力 什么都会恢复 都会更强一点 包括性能力 大家一直说的 这个靠东虫下草 靠这些乱七八糟 什么滋阴补盛 是没用的 靠阶炎 才相当有效果 那这种力量呢 可能他最后 被一些政治实体 政治势力吸收了 因为我把这些力量 吸收了 这是民众的期望 国家的期望 中国这个草履虫的期望 被他吸收了之后 打击了楚世贱 楚先生 那楚先生呢 当然我说这个 是这么说 是很对不起 楚老先生的 因为他身上 有一个更大的 一个闪光点 是我们这期说的重点 就是他的这个 企业家精神 那这个企业家精神呢 因为当时是 没人限制他嘛 不是说你不让我干 那他非要干 是没有人告诉他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或者什么 是吧 那他这么干 是以企业家的 这个角度来做 把一个红塔山 从一个云南 那个边缘的 一个小的 小小的一个卷烟厂 把它做成一个 全国 全亚洲 乃至全球性的烟草品牌 那 这一点 对于云南省 对于 他本身 红塔山 集团 红塔集团 我小时候 是看过红塔的广告 就90年代 那时候家里刚有电视 红塔的广告 三高能为风 三高能为风之后 那前期的时候 也看过他的广告 那如果我们再细化一点 说实际一点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当他把红塔做大的时候 他当然是个人上面 在钱上面多少 肯定是有污点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跟他的贡献比起来 特别是我们现在 我特别是我做节目习惯 说效率 给你自己拿多少 如果你挣他100个亿 为社会创造100个亿的价值 哪怕你是光源 你拿个1000万 你贪污了1000万 对于我来说 我能够接受你贪污1000万 把子女送到美国去 随便你送 你送到月球去都可以 假如他回得来的话 那这个是你应得的 因为你的眼见着实 因为你的这种务实的角度 你远见着实 你能见到这种贡献 是吧 可以 但是那个时代不会拢了 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就是你拿了这个钱 但是你没有人 能够真正在 就是站在你身后 可能呢 没有一个 就我们现在说的保护伞 或者说你做了谁的白手套 或者说你这 没有政治实体 在为你这个 这个当然往政治角度上去说了 但我们稍微提一下吧 就可能没有这样的能量 去吸收你的事情事业 那 但是中国社会为什么 包括到现在 包括企业家 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王石 这两年声音小一点的那个 也蛮了不起的吧 一位蛮了不起的 一位企业家 就对他就特别特别的欣赏 包括现在企业家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企业家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政治的能量啊 声望啊什么 但是他们是特别的 信心相惜 就是 除老先生 除董事长 你在那个年代 你为什么 你不是大股东 你不能做董事长 你只能可能就是一个 职业经理人 都这种教法都不流行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左右为难的 你做的不好 他还是小卷烟厂 你就混混饿 你做的好 那我怎么知道 你让我做卷烟 我怎么知道烟草 烟草对人不好 是不好 那我现在再其位 谋其政 这不是应该这样吗 每个人都应该这样 那你做了总统 你做了军人 你就应该发射导弹了 那死不死人 不是你关心的 是上头政治家想的问题 那你说 但这个话说 就不好推开 这个次能而杀之 冰也 是吧 是冰气 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好说的 就是他来来回回都不好说 但企业家这个阶层 他只关心事 我做企业家 我就是想着挣钱的 那最后出了问题 就是你帮我光一辈子 搞无期徒刑 我都七十多岁了 我都八十多岁了 而且他的女儿 95年的时候在牢里自杀 他的女儿就是 你想要一个老人家 七十多岁的 女儿在牢里自杀 家破人亡 自己被关一辈子 就因为他贪污了那一点钱 因为按照我刚才的比较来说 现在的数据说 他贪污了一百七十万美金 那么他为整个社会 直接上的这个利税来说 我们不按损害身体健康的角度 就按这个创造财富的角度来说 至少一百一个亿是不止的 跟我刚刚那个比喻是非常正好 就按正常来说 你想要怎么样 想怎么搞怎么搞 只要你请我愿意的情况下 你要下搞女人都可以 但是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些 肯定是打击他的一些这种团体 他是吸收到了中国不允许 这个烟草继续这么成长下去 那里之后 自从宏大集团衰败了之后 实际上 中国烟草就变成了一个 就不是云南省一家独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事实上造成了 比如说现代香烟 因为我十年的烟龄我是很知道的 比如说现在烟草 这些年做的好了就谁 比如说上海的那个中华 浙江的立群 广东以前的红霜喜做的也不错 那包括这个湖南的福龙王 像江苏的五叶神 湖北的黄鹤楼 这些我了解偏南方一点的 像北京的中南海 那就变成了军汤 利益军章 我包这么多名字 不是大家要 不是鼓励大家 就是变成利益军章的一种形式 就是实际上里面非常细碎的利益 他就会觉得 如果把它弄下来 就是因为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你就加一些香料 你不同的烟的口味 就是好一点的烟叶 加不同的香料 那个香料是谁卖的 好像是香港的一名女富豪 香港的女首富 曾经是香港女首富 好像是 她增加好多钱的 这个香港女首富 她是个什么情况啊 我不敢说 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瞎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烟草里面 种种的利益 是非常之风凡复杂的 而且烟草 其实就是一种毒品 说直接点 就是一种毒品 只不过是可以公开销售 那这里面正好 跟他一个很纯粹 很赤胆的一个企业家精神 又绑在一起 于是变成了一种 特别拧巴的一个事情 OK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理解 就是对楚石剑这个事情的一个理解 他是那个时代的这个人物 他烟草也是 烟草是一个过去式的一个产品 中国社会必须要有一个时刻 要去认识 我说的是 全社会给烟草一个定义 其实现在中国社会给烟草的定义 是模糊的 是不清晰的 是没有深刻认识的 整个社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 你这个可口可乐 跟你们这些西方卖糖水的这些公司 这个百思的后面叫什么 百胜集团 百思可乐 你们这些还可以在北京的营养 什么中国营养协会里面 收买顶尖的庄家 这个都可以这样做 你何况烟草这么旺一击的这种利水 就我不是说你是垃圾 我说都是垃圾 你们就这个样子 在中国肆无忌惮的lobby 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受到监管 那烟草这个领域呢 我想在未来 你应该受到中国社会更明晰的定位 就烟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未来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去遏制它 比如在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 烟都是很贵的 而且税收会比中国还要更高 而且卖的价格也会非常高 你在香港的话很少有低于40块钱的 那同时呢 禁烟是标志是到处都是 罚款非常之重 往往是你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 或者说最低收入来说 是一个月的最低收入这个国家的 所以说的话 这个是非常往上的 而中国这个认识水平还没到 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可能五年 十年我觉得不需要 OK 那么我们这里是提倡戒烟 戒烟的 我自己你看我最近 我抽的很少 也有极少 你看我最近五天 抽了几支 有社交的时候抽了一次 抽了小几支 我没有说完完全全不抽 但是我已经基本上就是一个戒烟的状态 OK 那我们把这期再回顾一下 说一下吧 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这个YouTube的问题 YouTube是一个利益很复杂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其实谷歌公司这种做法吧 我我就知道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东西 肯定是有界限 不会不是大家说的这种东西 就像很多人说民主是什么 把台湾的一些朋友喜欢说 哎呀你看我这台湾的民主 但是我们要知道 民主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但是衣服本身不会创造价值 除非你是演员这种政令所 我们说普通穿的时候 衣服它不创造价值 但是工作创造价值 你台湾的民主是来自于努力的工作 来自于蒋中正 不是蒋中正 蒋经国老先生 他的开放 开明的态度 以及之前台湾同胞的这种努力的奋斗跟工作 于是得到了一个法治 父劳 拥有 比较 拥有自由言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但是这些是奋斗出来的一个结果 你不能说我就衣服漂亮 我就每天拿出来炫 你要炫耀的是自己的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而不是炫耀你身上的衣服有多贵 有多漂亮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民主言论自由 这些肯定是有界限 那么这一次呢 我觉得的话不能特别多的这个怪谷歌公司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不是同时我们因为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这些自媒体 你多点确认信息的时候跟你所要讨论的这个利益方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是很难把握的而他们很多人又这个为了流量啊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就是取的这些标题啊 这些讨论的方向啊就有很大的这个偏差啊 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希望这个样子做 那我觉得未来呢 情况应该不会好转 特别是在中美公安西洋 2020大选的问题多的这种情况下面啊 OK那这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YouTube上面的这些事情 然后第二段就是说储石剑的问题啊 就是啊中国烟草的一些历程吧 中国烟草从啊红塔山开始啊 其实他当时那种做法相当于有一个好处刚才没提到 就是啊他浪像55啊像骆驼啊是骆驼吧 呃像像这个啊菲利普莫里斯啊 叫菲莫国际上这个原来全球第一大烟草集团 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就受到了像Murbel啊 望宝路啊这些香烟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主机 那呃中国自己的烟草起来 当你起来之后你云南烟草一家独大呀 而且烟草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有伤害 那很多的这个国内的政治能量就吸收了这种 呃这种不满 那就最后就把楚先生给打下来了 我觉得是这种啊是这个样子 就把它打下来之后 中国烟草割据就发生了巨变 就很多的这个不数个零零种种小的烟草就起来了 那这个烟草总公司它的能量也就大起来了 啊底下这么多小兄弟都要听他的了 而且中国我们刚才有这个预测了一下 这个中国烟草呢应该在这个社会上 啊要受到制约 因为这个星球上面啊 中国人口是最多的 经济又在迅速的成长 这么一个巨大的人口 啊一种经济总量 你要想不消耗全球的资源 要想不让这个全球的人过 拖累这个全球人的福祉跟发展 中国烟草这个行业必须受到一个极大的遏制 它必须在利税上面 在定价上面 特别是在外包装上面 外包装全球都赢得非常糟糕 中国烟草是写的 漂漂亮亮的图案啊 写了几个字 尽早戒烟 有利于健康 这个怎么够呢 是不是 你在极大的损害全球人民的福祉 中国很多地方是要被别人去责怪的 比如说烟草这一块 你哪些人拿了利益 是不是应该吐出来 就我们前面说的 中国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商场 我去逛的 那里面的衣服 那么贵的衣服是谁买的 那些里面的光源是谁买的 有没有人敢说它是烟草的 没人敢说 但是有相当的比例 是中国烟草里面的人 是不是 你们拿了这么多钱 你们的心不痛吗 是吧 我跟你们确认过眼神 你们就是中国烟草的 是不是 坑了我十年啊 我自愿被坑了 我在今早跳出火坑 我也劝大家今早跳出火坑 你们这些垃圾是吧 早点改邪归正 不要在烟草里面混 钱拿够了 就早点转行多积点得 像我那样 开玩笑的 就是像楚先生一样 就我们要向他学习 企业家精神什么的 如果说能做得更好一点 就是烟草这个事情啊 也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 你可能主辈床下的职业 但是的话 能积德的事情可以做一点的 这个去中西部捐点钱什么的 是不是 OK 好的 那么我们这集内容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